台位到開展時間 台北世貿易館已出現排隊人籠 民眾不為寒流來襲 就是要來搶優惠 泡湯卷 比較寒冷冬天 然後可以做泡湯 天氣冷嗖嗖 民眾吃美食封泡湯 國內飯店看準商機 紛紛推出超殺優惠 老爺集團原本近萬元 下殺三四折 韓社集團更狂 一萬三千八百六十元 變成四千元油找 礁溪長榮鳳凰酒店 湯屋雙人卷 下殺六六折 我們旅展的話 都會有一個特別的價格 在溫泉的部分 大概至少有成長百分之五十 另外原本冬季就是旅遊淡季 碰上邊境接風 旅行社推低價出國搶客 探索旅行社長灘島 五日辦自由行 一人一萬六千八百八十八元 喜紅假期 土耳其一人五萬多元 民生旅遊北海道 五日第二人減一萬 平均一人兩萬八千九百元 吸引不少人打算飛去詳雪 大概廉價的時候吧 比較便宜啦 還滿期待 剛好進入冬季 那國人來講的話 都比較偏向喜歡 有下雪的地方 那然後北海道 現在目前的話 又還有很多 所謂的破冰船的行程 是一直深受消費者的喜愛 明年農曆過年長達 十天廉價旅行社 透露春節檔期 訂購率超過八成 不少都已經賣完 報復性出國潮 將在明年過年 衝上最高峰 這王正文 楊宗彥 台北報的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 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階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